欢迎收听有声剧《红楼梦》 本书由视听书院制作 第三十六回 绣鸳鸯 梦照 江云轩 时分定 勤勿离乡院 话说贾母自王夫人处回来 见宝玉一日好似一日 心中自是欢喜 因怕将来贾政又叫他 所以命人将贾政的亲随小丝头换来 吩咐他 以后堂有惠人待客主养的事 你老爷要叫宝玉 你不用上来传话 就回他说 我说了 一则打中了 得着实江阳几个月才走得 二则他的心秀不立 记了心不见外人 过了八月才许出二门 那小丝头听了领命而去 贾母又命李嬷嬷席人等来 将此话说于宝玉 使他放心 那宝玉素日本就揽于士大夫 诸男人接谈 又罪宴恶官礼服 贺调网还等事 今日得了这句话 越发得了意 不但将亲戚朋友一概杜绝了 而且连家庭中 晨昏定型 一发都随他的变了 日日只在园中游望 不过每日一清早 到贾母王夫人处走走就回来了 却每每甘心为猪丫鬟冲议 竟也得十分闲宵日月 或如宝钗被有时见机倒劝 反生起气来 只说 好好地一个清静洁白女儿 也学得调明孤欲 入了国贼路鬼之流 这总是前人无故声势 力言述词 远为倒后事的须眉着物 不想我生不幸 一切穷归秀阁中 毅然辞封 真真有负天地中灵玉秀之德 因此 祸言古人 除四书外 竟将别的书焚了 众人见他如此疯癫 也都不像他说这些正经话了 独有林黛玉 自幼不曾劝他去 立身扬名等话 所以 深境黛玉 闲言少数 如今且说 王凤姐自见金串死后 忽见几家仆人 常来孝敬他些东西 又不时地来请安奉承 自己倒生了疑惑 不知何意 这日 又见人来孝敬他东西 因晚间无人时 笑问平儿道 这几家人不大管我的事 为什么忽然 这么和我贴近 平儿冷笑道 奶奶连这个都想不起来了 我猜他们的女儿 都必是太太房里的丫头 如今太太房里有四个大的 一个月一两银子的分力 下剩的都是一个月几百钱 如今金串死了 必定 他们要弄这两银子的巧宗呢 是了是了 倒是你提醒了 我看这些人也太不知足 钱也赚够了 苦事情又清不着 弄个丫头 搪塞着身子也就罢了 又还想这个 也罢了 他们几家的钱 容易也不能花到我跟前 这是他们自寻的 送什么来 我就收什么 横竖 我有主意 凤姐安下这个心 所以只管牵沿着 等那些人把东西送足了 然后成空 方回王夫人 这日午见 薛姨妈母女两个 与林黛玉等 正在王夫人房里 大家吃习惯了 凤姐得便回王夫人道 自从玉串姐姐死了 太太跟前少着一个人 嗯 太太或看准了 哪个丫头好 就吩咐 下月好发放月钱的 王夫人听了 想了一想到 依我说 什么势力 必定四个五个的 够使就罢了 尽可以免了吧 论脸 太太说的也是 这原是旧力 别人屋里还有两个呢 太太倒不安利了 况且剩下一两银子 也有限 也罢 这个奋力只管关了来 不用补人 就把这一两银子 给她妹妹玉串吧 她姐姐服侍了我一场 没个好结果 剩下她妹妹跟着我 吃个双份子 也不为过余了 凤姐答应着 回头找玉串 笑道 大喜 大喜 玉串过来磕了头 王夫人问道 正要问你 如今赵姨娘周姨娘的月历多少 那是定力 每人二两 赵姨娘 有还兄弟的二两 共是四两 另外四串钱 可都按数给她们 凤姐坚问的奇怪 忙道 怎么不按数给 前我恍惚听见有人抱怨 说短了一吊钱 是什么缘故 姨娘们的丫头 月历元是人各一吊 从旧年 她们外头商议的 姨娘们每位的丫头 分力减半 人各五百钱 每位两个丫头 所以短了一吊钱 这也抱怨不着我 我倒乐得给她们呢 她们外头又扣着 难道我天上不成 这个事 我不过是接手 怎么来 怎么去 由不得我做主 我倒说了两三回 仍旧添上这两份的 她们说 只有这个项数 叫我也难再说了 如今 我手里每月 连日子都不错给她们呢 仙石在外头观 哪个月不打计划 何曾顺顺溜溜地 得过一遭 王夫人听说 也就罢了 半日又问 老太太屋里 几个一两的 八个 如今只有七个 那一个是习人 这就是了 你宝兄弟 也并没有一两的丫头 习人还算是 老太太房里的人 习人原是老太太的人 不过给了宝兄弟使 他这一两银子 还在老太太的丫头 份力上领 如今说 因为习人是宝玉的人 裁了这一两银子 断乎使不得 若说再添一个人 给老太太 这个还可以裁他的 若不裁他的 去得还兄弟屋里 也天上一个 才公道均匀了 就是秦文 摄月等七个大丫头 每月人个月前一调 嘉惠等八个小丫头 每月人个月前五百 还是老太太的话 别人如何脑袋气的呢 只听凤丫头的嘴啊 倒像倒了何套车子的 只听她的账也清楚 理也公道 姑妈 难道我说错了不成 薛姨妈笑道 说得何尝错 只是你慢些说 岂不省力 凤姐才要笑 忙又忍住了 听王夫人示下 王夫人想了半日 向凤姐道 明儿挑一个好丫头 送去老太太时 补习人 把习人的一份裁了 把我每月的月历 二十两银子里 拿出二两银子 一吊钱来给习人 以后 凡事有赵姨娘 周姨娘的 也有习人的 只是习人的这一份 都从我的份力上 云出来 不必动关中的就是了 凤姐一一地答应了 笑推薛姨妈道 姑妈听见了 我素日说的话如何 今儿果然应了我的话 早就该如此 模样自然不用说的 她的那一种形式大方 说话贱人 和气里头啊 带着刚硬药墙 这个实在难得 王妇人含泪说道 你们哪里知道 喜仁那孩子的好处 比我的宝玉强十倍 宝玉果然是有造化的 能够得她长长远远地 服侍她一辈子 也就罢了 既这么样就开了脸 明放在她屋里 起不好 那就不好了 一则都年轻 二则老爷也不许 三则 那宝玉见席人是个丫头 纵有放纵的事 倒能听她的劝 如今做了跟前人 那席人该劝的 也不敢十分劝了 如今且浑着 等再过二三年再说 说必 半日凤姐见吴华 便转身出来 刚至郎年上 只见有几个 直视的媳妇子 正等她回室呢 见她出来都笑道 奶奶今儿回什么室啊 这半天 可是要热着了 凤姐把袖子挽了几碗 死着那脚门的门槛子 笑道 这里过门风到凉快 吹一吹再走 你们说我回了这半日的话 太太把二百年的事 都想起来问我 难道我不说吧 我从今以后 都要干几样客都事了 抱怨给太太听 我也不怕 糊涂油蒙了心 烂了舌头 不得好死地下做东西 别做娘的春梦 明儿一国脑子扣的日子 还有呢 如今裁了丫头的钱就抱怨了 咱们也不想一想 是奴己 也配十两三个丫头 一面骂一面方走了 自去挑人回贾母化去 不在话下 却说王夫人等 这里吃壁西瓜 又说了一回闲话 各自防散去 宝钗与黛玉等 回至园中 宝钗因约黛玉 往藕香谢去 黛玉回说 立刻要洗澡 便各自散了 宝钗与独自醒来 顺路进了怡红院 异玉寻宝玉谈奖 移解五卷 不想一入院来 鸦雀无闻 一并连两只仙鹤 在八角下都睡着了 宝钗便顺着油廊 来至房中 只见外间床上 横三竖四 都是丫头们睡觉 转过十锦格子 来至宝玉的房内 宝玉在床上睡着了 席人坐在身旁 手里做针线 旁边放着一柄白锡煮 宝钗走进前来 悄悄地笑道 你也过于小心了 这个屋里 哪里还有苍蝇蚊子 还拿蚓肘子干什么 席人不妨 猛抬头见是宝钗 忙放下针线 起身悄悄笑道 姑娘来了 我倒也不妨 吓了一跳 姑娘不知道 虽然没有苍蝇蚊子 谁知有一种小虫子 从这沙眼里钻进来 人也看不见 只睡着了咬一口 就像蚂蚁夹的 怨不得 这屋子后头又净水 又都是香花 这屋子里头又香 这种虫子都是花心里长的 闻香就扑 说着一面又瞧她手里的针线 原来是个白鳞红里的兜肚 上面扎着鸳鸯细帘的花样 红帘绿叶 无色鸳鸯 宝钗道 哎哟 好鲜亮伙计 这是谁的 也值得费这么大功夫 席人向床上挪嘴 宝钗笑道 这么大了 还带这个 她原是不带 所以特特地做得好了 叫她看见 由不得不带 如今天气热 睡觉都不留神 哄她带上了 便是夜里 纵盖不严些 也就罢了 你说这一个 就用了功夫 还没看见 她身上线带的那一个呢 也亏你耐烦 今儿做得功夫大了 脖子低得怪酸的 好姑娘 你略坐一坐 我出去走走就来 说着便走了 宝钗只顾看着活迹 便不留心 一蹲身 刚刚的也坐在 习人方才坐的所在 引诱见 那活迹实在可爱 不由地拿起针来 替她带刺 不想 林黛玉因遇见史湘云 约她来与席人道喜 二人来至院中 见静悄悄的 湘云便转身 先到厢房里 去找席人 林黛玉却来至窗外 隔着纱窗往里一看 只见宝玉穿着银红纱衫子 随便睡着在床上 宝钗坐在身旁做针线 旁边放着银肘子 林黛玉见了这个景 连忙把身子一藏 手握着嘴 不敢笑出来 招手叫湘云 湘云一见她这般景况 只当有什么新闻 忙也来一看 也要笑时 忽然想起宝钗 素日待她厚道 便忙掩住口 知道林黛玉口里不让人 怕她取笑 便忙拉过她来道 走吧 我想起席人来 她说 武渐要到池子里去洗衣上 想必去了 咱们那里找她去 林黛玉心下明白 冷笑了两声 只得随她走了 这里宝钗只刚做了两三个花瓣 忽见宝玉在梦中喊骂说 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 什么是金玉姻缘 我偏说是牧师姻缘 薛宝钗听了这话 不觉症了 忽见习人走进来 笑道 还没有醒呢 宝钗摇头 习人又笑道 我才碰见林姑娘 使大姑娘 他们可曾进来 没见他们进来 他们没告诉你什么话 做不过是他们那些玩话 有什么正经说的 他们说的可不是玩话 我正要告诉你呢 你又茫茫的出去了 一句话未完 只见凤姐打发人来叫习人 宝钗笑道 就是为那话了 习人只得唤起两个丫鬟来 一同宝钗出怡红院 自往凤姐这里来 果然是告诉她这话 又叫她与王夫人叩头 且不必去见贾母 倒把习人不好意思的 见过王夫人急忙回来 宝玉已醒了 问其缘故 习人且含糊答应 至夜间人静 习人方告诉 宝玉喜不自禁 又向她笑道 我可看你回家去不去了 那一回往家里走了一趟 回来就说你哥哥要赎你 又说在这里没着落 终究算什么 说了那么些 无情无义的身份话吓我 从今以后 我可看谁来敢叫你去 你倒别这么说 从此以后 我是太太的人了 我要走 连你也不必告诉 只回了太太就走 就便算我不好 你回了太太竟去了 叫别人听见说我不好 你去了 你也没意思 有什么没意思 难道做了强盗贼 我也跟着吧 再不然 还有一个死呢 人活百岁 横数要死 这一口气不在 听不见 看不见就罢了 宝玉听见这话 便忙握她的嘴 说道 罢罢罢 不用说这些话了 习人深知宝玉 性情古怪 听见奉承吉利话 又延续而不识 听了这些尽情实话 又生悲感 便回自己说帽装了 连忙笑着用话揭开 只见那宝玉 素喜谈者问之 先问她春风秋月 再谈及粉蛋指引 然后谈到 女儿如何好 不觉又谈到 女儿死 其人忙掩住口 宝玉谈至浓快时 见她不说了 便笑道 人谁不死 只要死得好 那些个须眉着物 只知道闻死见 无死战 这二死 是大丈夫死明死结 竟何如不死得好 必定有昏君 他方见 他只顾妖明 猛叛一死 将来弃君于何地 必定有刀兵 他方战 猛叛一死 他只顾图汉马之名 将来弃国于何地 所以 这皆非正死 忠臣良将 出于不得已 他才死 那武将不过仗血气之勇 书谋少略 他自己无能送了性命 这难道也是不得已 那文官更不可比武官了 他念两句书乌在心里 若朝廷少有词侠 他就胡谈乱剑 只顾他妖中烈之名 浊气易勇 及时盼死 这难道也是不得已 还要知道 那朝廷是寿命于天 他不胜不仁 那天也断不把这万机重任 与他了 可知 那些死的都是孤明 并不知大义 比如我此时 若果有造化 该死于时的 如今趁你们在 我就死了 再能够你们哭 我的眼泪流成大河 把我的尸首飘起来 送到那鸭雀不到的 幽僻之处 随风化了 自此再不要脱身为人 就是我死的得时了 习人忽见 说出这些风话来 忙说困了 不理他 那宝玉 方合眼睡着 至次日 也就丢开了 一日 宝玉因各处游得烦你 便想起牡丹亭取来 自己看了两遍 游不且怀 因文德 离乡院的十二个女孩子中 有小旦灵官 嘴是唱得好 因着一出脚门来找时 只见宝官 御官都在院内 见宝玉来了 都笑嚷作 宝玉因问 灵官毒在哪里 众人都告诉他说 在他房里呢 宝玉忙至他房里 只见灵官 独自倒在枕上 见他进来 闻风不动 宝玉 素席于别的女孩子 玩惯了的 只当灵官也同别人一样 阴进前来身旁坐下 又陪笑扬他起来 唱鸟情丝一套 不想灵官见他坐下 忙抬身起来躲避 正色说道 嗓子哑了 前儿娘娘传进我们去 我还没有唱呢 宝玉见他坐正了 再一细看 原来就是那日 蔷薇花下 画墙字的那一个 又见如此景况 从来未经过 这番被人气焰 自己便善善地红了脸 只得出来了 宝玉等不解何故 因问其所以 宝玉便说了出来 宝玉便说道 只略等一等 强二爷来了叫他唱 是必唱的 宝玉听了心下纳闷 因问 强哥哪儿去了 才处去了 一定还是灵官要什么 他去变弄去了 宝玉听了 以为奇特 少站片时 果见 加强从外头来了 手里提着个雀笼子 上面扎着个小戏台 并一个雀 兴兴头头往里走 找灵官 见了宝玉 只得站住 宝玉问他 是个什么雀 会嫌奇串戏台 加强笑道 是个玉顶金豆 多少钱买的 一两八千银子 一面说 一面让宝玉坐 自己往灵官房里来 宝玉此刻 把听曲子的心都没了 且要看他和灵官是怎样 只见 贾强进去笑道 你起来 瞧这个玩意儿 灵官起身问是什么 贾强道 买了圈儿女娃 省得天天闷闷的 五个开心 我先玩给你看 说着便拿些骨子 哄的那个趣儿 果然在戏台上乱窜 嫌鬼脸其致 众女孩子都笑道 有气 读灵官冷笑了两声 赌气仍睡去了 贾强还只管陪笑 问他好不好 灵官道 你们家把好好的人弄了来 关在这牢坑里 学这个牢石子还不算 你这回子又弄个趣儿来 也偏生干这个 你分明是弄了他来 打趣形容我们 还问我好不好 贾强听了 不觉慌起来 连忙独身立势 又道 今儿我哪里的自由蒙了心 非一二两银子买它来 原说姐们 就没有想到这上头 爸 爸 放了身 绵绵你的灾病 说着 果然将雀放了 一顿把 将笼子拆了 灵官还说 那雀虽不如人 她也有个老雀在窝里 你拿了她来 弄这个牢石子也忍得 今儿我咳嗽出两口血来 太太打发人来找你 叫你请大夫来戏问问 你且弄这个来取笑 偏生我这没人管 没人理的 有偏病 说着又哭起来 贾强忙道 昨晚上我问了大夫 他说不想干 他说吃两剂药 后儿再瞧 谁知就又吐了 这回子请他去 说着便要请去 灵官又叫 站住 这回子大都日到地下 你都有妻子去请了来 我也不瞧 贾强听如此说 只得又站住 宝玉见了这般景况 不觉吃了 这才领会了画强身意 自己站不住 便抽身走了 贾强一心都在灵官身上 也不顾送 倒是别的女孩子送了出来 那宝玉一心才夺盘算 痴痴地回至怡红院中 正值林黛玉和习人坐着说话呢 宝玉一进来 就和习人长叹 说道 我昨晚上的话竟说错了 怪到老爷说 我是管馈离策 昨夜说 你们的眼泪担葬我 这就错了 我竟不能全得了 从此后 只是个人各得眼泪罢了 习人昨夜 不过是些文化 已经忘了 不想宝玉 今又提起来 便笑道 你可真真有些疯了 宝玉默默不对 自此 身无人生情缘 各有分定 只是美美暗伤 不知将来造我洒泪者为谁 此皆宝玉心中所怀 也不可十分望迷 且说林黛玉 当下见了宝玉如此形象 便知 是又从哪里着了魔来 也不便多问 音音向他说道 我才在舅母跟前的 听见说 明儿是薛姨妈的生日 叫我顺便来 问你出去不出去 你打发人 前头说一声去 上回连大老爷的生日我也没去 这回子我又去 躺后碰见了人呢 我一概都不去 这么怪热的又穿衣裳 我不去 姨妈也未必脑 习人忙到 这是什么话 他比不得大老爷 这里又住得近 又是亲戚 你不去 岂不叫他思量 你怕热 只清早起到那里磕个头 吃中茶再来 岂不好看 宝玉未说话 黛玉便先笑道 你看着人家赶蚊子的份上 也该去走走 宝玉不解 盲问 怎么赶蚊子 习人便将昨日睡觉 无人作伴 宝姑娘做了一做的话 说了出来 宝玉听了 盲说 不该 我怎么睡着了 亵渎了他 明日必去 正说着 忽见史香云 传得齐齐整整走来 此说 家里打发人来接他 宝玉 林黛玉听说 忙站起来让座 史香云也不坐 宝玲两个 只得送他之前面 那史香云 只是眼泪汪汪的 见有他家人在跟前 又不敢十分委屈 少时薛宝钗赶来 欲觉 钱全难舍 还是宝钗心内明白 他家人 若回去告诉了他 沈娘 带他家去 又恐受气 因此倒催他走了 众人送至二门前 宝玉还要往外送 倒是香云拦住了 一时 回身又叫宝玉到跟前 悄悄地主道 便是老太太想不起我来 你时常提着 大番人接我去 宝玉连连答应了 眼看着他上车去了 大家方才进来 要知端地 且听下回分界